开第一季的AZ预约 符合资格有超过27万人 不过从第十期到第十三期 疫苗的预约率是逐期下降 有专家推断 民众打疫苗的意愿低 很可能是因为死亡与不良事件频传 再加上国内疫情趋缓 民众的警觉性也跟着降低 班级降落 4号下午台湾自购的AZ疫苗 14.2万剂抵台 截至目前总计已经有大约653万剂到货 国际疫苗接连到货 第十三期五号也将开打BNT跟AZ 但预约率却不高 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 第十期BNT预约率只有7成5 AZ高达90% 第十一期BNT跟AZ都超过80% 就算是第十二期也都还有六成多 但是第十三期BNT只有55% AZ甚至一半都不到 指挥中心下午宣布再加开 10月26号之前登记AZ的18到49岁民众 今天加开的大概是有27.6万人 专家认为预约逐期降低 意愿降低跟疫情趋缓 及不良事件有关 截至三号国内第一剂接种 1738.4万剂 疫苗涵盖率达到了74.2% 但预约率却逐期下降 如何说服民众失大 加速接种率提升 恐怕是指挥中心 接下来要研究的课题 记者谢君众王一众台北报道